斗烟山有一方焦五子明具羊 是出自于三字经,大家都能朗朗上口的明具 咱们现在就来说说这个斗烟山 他是泛羊人,五代时期的人物 到了三十多岁时还五子嗣 后因积德行善与教子有方或五贵子 而闻名于世 一天,斗烟山梦到爷爷和父亲对他说 你要早修正行为啊 你没有儿子,寿命也不会久 此后斗烟山广行善事 如食金不昧,持失物等候物主 宗族亲戚没钱办丧事,他出钱资助 还省吃俭用,办书院 凡贫而至于学者,一概义务收留 由此栽培学子,因斗烟山而显贵者甚多 许多贫困朋友各方闲事,皆仰赖他维持生活 更难能可贵的是斗烟山能以德抱怨 斗家有个仆人盗取金钱,担心被发现 就写了一张契约 永迈此女,偿还所欠之钱 记在女儿手臂上,从此远逃外地 斗烟山看到契约,甚感哀怜 立刻将契约烧了,并收留女孩 在女孩长大之后,还替他选择好人家嫁出去 后来仆人听闻此事回来了 哭着诉说以前的罪状 斗烟山也不追究 因此仆人父子画了斗烟山的像 早起祝寿,傍晚供奉 十年后,斗烟山又梦见爷爷和父亲 两位长辈说道 你三十岁前实为五子且短寿之命 近几年你的名字高画天曹地府 因你有因德,严寿三十六年 赐荣达显耀的五贵子 最终扶寿而终 留在洞天府地,成衣道家真人 八十二岁时斗烟山沐浴更衣 道别亲戚,于谈笑中过世 五儿八孙皆显跪于朝廷 其中的五位儿子皆考重进士 当时号为斗氏武龙 皇帝认为最杰出者为斗仪 官至公布尚书 斗乘也不简单 官至参之正式 相当于宰相的父职 宋史评论云 世人一般认为 斗氏家族为官之圣 是因德之报 也是教导友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容计划 感谢观看